北京时间1月8日 胡仁队在主场迎接老鹰队的挑战 这场比赛对于胡仁队来说难度并不是很大 因为老鹰队阵容非常不完整 球队多位核心球员无法出战 在整体实力方面 不如胡仁队 而胡仁队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就展现出了更加出色的竞争力 球队在首节领先6分 在第三节的时候 球队把比分差距拉大至两位数以上 末节比赛 胡仁队继续占据主动 最多时曾把比分差距拉大至19分 比赛也失去悬念 最终胡仁队在主场以134比118大比分 击败老鹰队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拿到四连胜 这场比赛老鹰队的阵容非常不完整 再加上本场比赛 老鹰队的整体表现也不够好 他们在进攻端 无法限制住胡仁队的发挥 不论是在防守詹姆斯 还是门克 又或者是塔克和安东尼 老鹰队都没有很好的表现 球队此一发挥欠佳 让胡仁队获得了很多轻松得分的机会 同时球队在进攻端 也没有能够打出相同强度的表现 这也导致球队大比分落后对手 最终老鹰队也在客场输掉了这场比赛 无缘连胜 此一特雷扬拼尽全力 他全场拿到25分9篮板 14助攻的华丽数据 克林斯也有21分8篮板 波格丹贡献15分 全队6人得分上双 核心球员的表现还算不错 就是在攻防两端的效率方面 不如胡仁队 这也成为了球队输掉比赛的主要原因 而胡仁队这边 球队这场比赛的状态非常不错 詹姆斯再次打5号位之后 球队在进攻节奏 投篮效率方面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 在面对老鹰队的大阵容时 胡仁队表现出色 在比赛中的投篮空间更多 而且球队投篮效率也更高 在面对老鹰队的防守时 胡仁队可以随意获得轻松投篮的机会 本场比赛胡仁队投进了大量外线3分 在进攻效率方面要远好于老鹰队 最终胡仁队也凭借着更加高效的进攻表现 和不错的防守发挥 球队成功在主场击败老鹰队 取得4连胜 在过去6场比赛中 胡仁队取得5胜1负的战绩 表现回到了正轨 本场比赛詹姆斯再次迎来爆发 他单场拿到32分8篮板 9助攻4强断和3盖帽的数据 打出了填满数据篮的表现 他成为了球队此役取胜大功臣 而蒙克的状态同样火热 他全场拿到29分 在外线投进7记3分 他的爆发成为了詹姆斯此役最好的帮手 在外线投篮方面表现亮眼 而布拉德利·塔克和安东尼也有着较好的表现 得分都在两位数 而威少这场比赛 也有9分11篮板13助攻的准三双数据 只出现三次失误 个人正负值高达22 这个数据为全场第一 他同样是球队取胜的功臣 本场比赛胡人队整体发挥出色 打出了亮眼的团队进攻 在面对老鹰队时 球队也正是凭借着更加高效的全队表现 球队最终取得比赛胜利 放下来 感谢观看